近期疫情看似有所趋缓 但是为了防堵疫情 全台仍然保持三级警戒 这也让旅宿业者叫苦连天 因为在以往暑假可是旅游的旺季 虽然目前饭店陆续接到询问的电话 但都只是观望没有下定 民众对于出游依然相当谨慎 全国防疫三级警戒 除了景区封闭不让游客进入 不少旅宿业者也配合自主停业 而近期来虽然疫情看似有所趋缓 但就怕死灰复燃 中央再把警戒延长到7月12号 这也让旅宿业者是叫苦连天 其实花莲是以观光为主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非常多的会员饭店 已经从5月 我们就开始配合政府的政策 开始自主修管 那这样子撑下去一个多月 其实对大家来说都非常的辛苦 因为这个固定支出 开销 员工这些都是我们方方面面要考虑的东西 在以往暑假正式旅游旺季 今年却受到疫情影响 虽然饭店陆续有接到电话询问 但都只是观望没有下定 其实往年来说 花莲其实到现在6月中的话 暑假大概都要有6成以上左右的订房率 那以目前今年的状况 7、8月份假日还有剩下3到4成 那平日的话呢 其实只剩1到2成 不过最近这几天可能因为疫情减缓 其实我们接到蛮多客人的询问电话 但是大家都是只有观望 没有下定 原则上今年的暑假 因为疫情还没有完全完美之前 其实旅游的状况不会很好 所以原则上今年应该是 整个暑假基本上住房率都不会很高 甚至于到年底都不一定 没有很看好整个旅游的市场 疫情尚未解封之前 暑假订房率都不会太高 业者只盼疫情能够快点降温 早日恢复以往生活 记者徐立琴 话电视报导